前中信兄弟总教练林薇柱去年纪中卸任之后 是转为台体大的客座打击教练 那目前成绩一年多是宣布加入汉将 今天举行了记者会 那事实上在确定加入汉将之前 有不少的球队来跟他联系 甚至其中也有日本的球队 那目前是确定已经要担任副领队 以及农场主管的角色 那其实有不少球迷就是欢欣鼓舞 因为林桑曾带中信兄弟拿下二连霸 而这次虽然不是担任教练职 但也说要帮汉将后职长期的竞争力 让我们来请听听稍早访问 这支球队是因为我感受到 球队高层对我的肯定 然后也对我蛮期待的 不管是大董还有总经营就一次 还有林华伟领队 郭总副领队 其实都对我蛮肯定的 在谈进行这些过程中 我也感受到非常看重我 对那再来职务是非常的明确的 那因为这一次不是教练的职位 对是副领队还有农场主管 那我想说这也是我想接下来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帮助球队 协助球队养成的这个部分 所以我决定挑战 然后选择富邦汉将 那林草自是确定了 接下的副领队跟农场主管的角色 不少球迷认定是制服组 那其实呢 也期待说林华伟可以重疲求意 然后回到前线作战 那目前是没有把话说死呢 是现阶段还要培育的年薪球员 那他最后也喊话说 球迷要多多支持富邦汉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